在一处宛如仙境的地方 只见一只通体雪白的神鹿 正来到池边饮水 而大当家的此时 正为这头神鹿而来 因为七纪光此刻正在被三四会审 这时刻都会要了他的性命 而找这头神鹿是大才子徐渭的主意 他认为家境修道 定会信奉道法天意 这如祥云一般的白鹿 家境一定会视为祥润 然而大当家在来到神鹿前 他虔诚地对着神鹿行跪拜之礼 希望神鹿能跟他去解救七纪光 而神鹿就像能明白大当家的心意一般 不跑 还让大当家的伸手抚摸 就这样 神鹿很快就被胡宗宪送往了京城 家境果然十分喜欢 见老胡敬献神鹿有功 于是赏了几盒养生之物给老胡补身体 而七纪光这边正挨着一顿毒打 此时已经挨了六十来棍 就连棍子都被牙医给打折了 依旧没让七纪光承认自己有通窝扣的罪 就在牙医换新棍之时 冯宝带着家境的口谕来到此处 这才救下七纪光一命 在经过数日的调养之后 七纪光被家境叫到了跟前 依你之见 我大明卫索军能做到稳固而尽 明金收兵吗 恕臣直言 不能 不管是用什么方式 卫索军都不能做到如家境所说的要求 家境这才松了金口 他答应七纪光可以去招募一支新军 原本给他四个月的时间 而七纪光只需要三个月 这条站在群臣对立的孤城之路 七纪光反而是如获至宝一般